下面我可以去为项目去打一些标签 先进入到我的桌面上 然后去创建一个目录 名字是您好git 然后进入到这个目录的下面 添加一个空白的文件 名字是readme.imd 数字化一个git仓库 添加所有的修改 git add.ir 然后再去提交一下 git commit 用编辑器再打开这个项目 然后去编辑一下这个readme.imd 这里面输入一个hello 保存一下 再去提交一下 git add.ir git commit -m hello 然后再看一下项目的标签 用的是get tag这个命令 那么现在还没有为项目去打一些标签 在当前提交的这个点上 我们可以打一个标签 get tag v 0.1 这个 v 0.1就是一个标签的名字 然后再查看一下标签的列表 get tag 这里会出现一个v 0.1这个标签 v 0.1是一个简单的tag 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它 get show 查看一下v 0.1 会显示这个tag指向的那个 commit 再修改一下readme.imd 把hello换成ola 再去提交一下 那么在这个点上再去打一个标签 get tag 这里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个ansi的类型的标签 那么这种标签上面你可以去添加一些注释 用一个-a这个参数 标签的名字呢是v 0.2 后面加上一个-m这个参数去设置一条注释的内容 ola get tag 查看一下列表 这呢有两个tag 查看一下v 0.2 你会发现这个tag存储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打这个tag的日期 还有这个注释的内容 现在呢我要查看一下项目在v 0.1的时候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这样 get check out 后面加上这个标签的名字 v 0.1 你会发现这个readme.imd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打这个v 0.1的时候这个项目的样子 也就是hello 再查看一下项目在v 0.2的时候这个样子 我们再去执行一下get check out v 0.2 现在这个内容呢就变成了ola 我们也可以呢去让这个tag指向一个某个特定的一个提交 先查看一下我们提交的日志 get log 比如我要在init这个提交上面去打一个tag 复制一下这个提交的id 再执行一下get tag-a v 0.0 后面加上这个提交的id 再加上一个-m参数 输入一条注释 然后再查看一下标签 那么这里呢会有一个v 0.0 再查看一下这个标签 get show v 0.0 你会看到它会指向刚才我们指定的那个提交 先我们再把项目呢去切换到主分支的上面 get check out master 查看一下项目所有的tag 要删除标签 我们可以这样get tag 后面加上一个-d的选项 表示delete 后面再加上要删除的那个tag的名字 比如v 0.0 查看一下标签例表 这个v 0.0呢就已经不见了 在推送到远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上具体要推送上去的那个标签的名字 比如v 0.2 或者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个tags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么这样的会把本地所有的标签推送给远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嘿 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